我們還是回到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這一番近似恐嚇式的談話 我想請問一下有華修 能交嗎 是不是這個消息傳出之後 事實上真的是 我們看到台灣的新聞 沒有太大的琢磨 今天我們特意把這題放大 因為太重要了 是不是有種我們的護國神山 被欺負的感覺 美國是我們的好朋友 但是你是不是感覺到 從4月這個投資案也好 到這邊 還有待會我要告訴大家一些背景 大家就覺得美國在過去 把日本的東芝給整垮 把法國的阿爾斯通給吃下 現在是不是手伸過來 要把我們的台積電給奪回去 要吃下的一個概念 所以業界事實上炸了鍋 說能交嗎 這都是企業的核心機密 交了你還有競爭力嗎 被迫揭露良率等數據 會讓晶圓代工廠 跟買家溢價的時候 處於不利位置 還有人說三星跟台積電 承報給美國政府的數據 會不會被外洩給Intel等美國企業呢 不是沒有可能 當然也有人出來洗風箱 報導不精確 美方要求沒有強制性 是沒有強制性 但它有恐嚇性 我沒有強制 但是我恐嚇你可以吧 不要禁酒不吃吃罰酒 我沒有強迫你 我只說不要禁酒不吃吃罰酒 是不是 而且是針對整個汽車供應鏈 當然美國汽車晶片短缺 所以才會有這一幕 所以友華哥你怎麼看 天啊 我的意思說 這個擋得住嗎 能交嗎 那我先唸個兩則 給大家聽聽看 他商務部講 貴公司是否考慮 增產能量如果是用什麼方式 在什麼時間以及存在什麼樣的障礙 貴公司在評估增加產能時 考慮哪些因素 還有過去三年中 貴公司是否改變了材料和 或設備採購水準或慣例 未來六個月 哪一項供應鏈改變 可以大幅度提升貴公司 供應半導體產品的能力 各位 你不要相信 說什麼汽車晶片 這個涉及到了未來的AI 還有未來的製藥 更重要的是說 他只要把你的供應鏈 給摸了清楚的話 未來他就可以掌握到 關鍵的能力 各位想想看 台積電在中國大陸佈局 跟美國佈局 我幫介大使補充一下 台積電過去是整個生產鏈過去 那中國大陸還要配合台積電 中國大陸是配合台積電 那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對不起 他是整個供應鏈過去 是台積電配合美國 好 這兩種不同的思維的狀況之下 美國商務部 他當然不會說 他考慮怎麼樣 如何如何 可是各位想想看 各位想想看 1984年廣場協議以後 日本被美國整得多麼慘 從日本第一到漂流30年 那從這些就是說 美國根本不會允許 一個關鍵技術 他掌握在一家公司手上 除非這家公司是美國的公司 所以美國原用了 1950年代的國防生產法 他表面上是調用物資 事實上他掌握技術 那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看看 美國要擴充軍備的情況之下 他從太空 太空 陸地 水面 天空 水下 全部都需要這個東西 那換句話說 類似這種東西 美國一定會動手 那美國的動手 他當然不會用得非常的粗暴 他可以用各項法案卡 友華哥 我想請教一下 像這麼大的一個壓力 擋得住嗎 當然對於這個彭博 我們看到彭博設施 有對這個表示 根據他們的了解 現在企業不願意回應 但你不可能不回應 他已經限期45天 45天已經進入倒數階段 然後你看到這個江啟臣 他很注意到這一題 他就去質詢這個王美華 王美華說 這要看看企業考量的是什麼資訊公開 什麼資訊不公開 目前細節如何 還不清楚 天啊 我們的政府不能夠做台積電的後盾嗎 秀芳 如果按照美國的13個 13個問題的排列 他要你 他要你完完全全完整的承報 除了供應鏈 除了客戶 你最重要 你未來你掌握什麼樣的技術 那是不是你要轉交給我美國公司 你要不要轉交給我美國公司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富國神山 台灣人從禮國頂 一路到現在 整個半導體產業 是不是全部至少三分之二 你拱手給美國 其實你在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這麼大一個廠的時候 當時台大福校長就說 第一步是請你來設廠 下一步就是台積電做技術轉移 所以技術轉移在這裡我們看到 就已經是個技術轉移的概念 對啊 重要的地術轉移 我們知道 第二步是